Turandot是一个关于谭语的一套歌剧 在里面 Turandot留了三条问题 给他一些追求者解答 而卡纳在成功解答了三条问题之后 也反过来向Turandot留下了一条问题 给他解答 当然在这个故事里面 最后四条问题都全部被解答 不过其实Turandot这套歌剧 Puccini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些 未能够解答的谭语 第一个谭语就是 这套歌剧究竟是怎样完结的呢? 因为Puccini 写到Niu过世的时候 他本人也是离我们而去的 而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版本 其实是由另一位作曲家Avano 去逐写而成的 但我们常用的版本 当时其实是被Tosca Lili 这个身为Puccini好友 也是负责Turandot首演的指挥家 改过的 他最初就觉得Avano 这个逐写版本 认为太长了 所以将它生减了超过一百个小节 也改写了不同的地方 成为了我们现在常听到的一个版本 但是近年也开始有人 伏克Avano原本的版本 譬如卡夫曼 他新出的一套Recording 就是用Avano原本的版本 原本版本 和我们常听到的版本 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分别就是 在我们常用的版本的结尾 就是用一个合唱团很宏伟 澎湃地去歌唱 去赞颂这两个人 终于成为爱女 原本的版本 他更加着重强调爱情 Amore 因为在最后完结合唱团在唱的时候 男女主角其实也会一起唱Amore 现在他们常唱的版本是被删减的 甚至到最后最后原本的版本 合唱团也是用Amore来完结的 反而现在是用Gloria、荣耀去完结的 除了Avano之外 历年来也有不同的作曲家 尝试去续写这套作品 比较出名的有意大利作曲Berriot的版本 我亦曾经唱过这个版本 记忆之中 其实文本没有太大分别 主要是音乐比较现代一点 我还记得当时有位前辈笑着说 觉得Berriot这个版本的音乐 有些像星球大战的感觉 就不是说它像John William 而是那些音乐 就像天马行空那样 想象力丰富 另外在2024年 因为是Puccini 世世一百周年 华盛顿歌剧院就毁约克里斯托法天 这一位相亲其实都是香港人的美籍华裔作曲家 去续写Turandot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试试找不同的版本来比较一下 另外一个未解的迷语就是Turandot 究竟应该怎样读呢? 因为Turandot如果根据意大利文的唱法 应该读Turandot 最后是有T的 但其实历年来 究竟这个字应不应该唱T 是成为了争议的 在之前不应该读T的一方理据 比如包括有学者的研究 另外也有位女高音Rosa Waisa 她就是Turandot首演 饰演Turandot 或者可以说创造了这个角色的女高音 她的说法 当时Puccini和Tosca Lili 都从来没有读过T 所以她就觉得Turandot不应该读T 觉得要读T最大的一个权威 就是来自Puccini的孙女 她强调Turandot 就一定要读T 无论如何 Turandot应不应该读T 是成为了一个 从来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个谓语 所以 每一个production 他读不读T 亦都很视乎 contractor或者director的意向 在不同的recording 我们也可以听到有不同的歌手 有时候会唱T 有些recording就不唱T 我们也可以一起听听 究竟有哪些歌手有唱过T 有哪些歌手不唱过T 有哪些歌手不唱过T 这些歌手不唱中的歌手不唱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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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